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老师进来行销实验室之前 我们在行销实验室要做哪些准备 接着是摄影前的测试阶段 就是在老师进来行销实验室之后 我们会先录制一小段 确认影像声音有没有什么异常 之后再开始我们正式的录影 再来是摄影时的注意事项 当我们在控制电脑 按下记录键之后 在摄影棚内的我们 或是在控制室内的我们 要注意哪些事情 最后则是结束录影后的收场工作 也就是在结束录影之后 我们需要收拾场地 将场地还原等等 以下我们就开始这个单元的课程啰 第一个章节是事前准备的部分 也就是在我们决定要录制影片 到我们真正踏进行销实验室录影前 需要准备哪些事情 这边先将事前需要准备的事项列出来 包括计划书 剧本脚本 分镜 素材 道具 练习 大家可以看到 要准备的事项 其实非常的多 这些都需要经过团队的成员 事前长期的规划 经过多次的讨论之后 我们影片的架构才会慢慢成型 首先 我们先讲一下企划书的部分 企划书就包括了时间 目的 构想 进度规划表 时间的部分 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进行拍摄 如果是老师要录制教学影片 那老师什么时候有时间来进行拍摄 如果是一个小组的团队成员 大家要一起来录制影片的话 那大家有空档的共同时间 又是哪时候呢 如果今天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 那大家是不是要协调一下时间 请记住 通常 通常我们实际拍摄的时间 都会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长 长度20分钟的影片 当我们在实际拍摄的时候 可能会花费1到2个小时 如果还有NG的话 那拍摄的时间 可能会拉得更长 再来是目的的部分 就是你要利用行销实验室做什么 是要拍摄老师的教训影片吗 还是要进行线上的研讨会 或是你要录制报告 甚至是拍摄影片 拍摄广告 都有可能 如同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有介绍 行销实验室的功能非常的多 因此在计划书内 请说明清楚 使用行销实验室的目的 之后是构想的部分 如果今天我们要录制的是教学影片 你想要用PPT呈现就好了吗 还是老师跟PPT 都要呈现在影片中呢 如果老师要在画面中的话 那老师要坐着 还是站着呢 如此等等之类的构想 这些都要请同学们 写在企划书内 这样才能让管理行销实验室的人员 知道你们在拍摄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哪方面的协助 最后 则是进度规划的部分 如果今天是要录制教学影片 哪时候要录制单元一 哪时候要录制单元二 哪时候要录制单元三 如果是要录制一个广告的话 哪时候要录制场景A 哪时候要录制场景B 哪时候要录制场景C 甚至在录影完成之后 后续你哪时候要进来行销实验室 进行影片的剪接跟后制呢 这些时间点都非常的重要 一样要请各位同学写在企划书内 这样才能帮助同学的影片 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 紧接着是剧本的部分 剧本也可以称为是脚本 这部分就比较偏向文字稿 例如老师如果要拍摄教学影片 在拍摄之前老师就会准备一些教材 并思考一下拍摄的时候教学影片的内容 如果今天拍摄的是广告 演员要讲什么 演员的台词等等 这部分就要请同学在正式摄影之前完成 一样这个剧本或是脚本 也都是要经过小组团队成员间 经过多次的讨论之后 才会满满成型出来的 再来是分镜的部分 简单来说就是你想要怎么拍 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画面给你的观众看 例如老师在参与线上研讨会的时候 会希望让老师的影像跟PPT的画面 同时呈现在画面中 这样在研讨会的时候 其他学者可以看到老师的影像 同时又看到PPT的内容 如果是学生的自制影片的话 假设我的剧情是跟餐厅有关的 在这一幕 我希望呈现的是餐厅员工被主管斥责的画面 让大家可以看到餐厅员工的辛苦 或是今天如果拍摄的是巧克力广告 我会希望观众可以从影片中看到巧克力 跟巧克力的品牌logo 让消费者产生购买巧克力的欲望等等 这些分镜就是与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画面给你的观众看有关 因此分镜是非常重要的 它能够帮助你决定接下来的素材跟道具 所谓的素材呢 就是大家在影片中会出现的画面或是背景等等 例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照片 我们在分镜的时候有说到 在老师的教学影片中 我们希望让老师的影像跟PPT的画面同时呈现在影片中 这样学生就可以看到老师的影像 同时又看到PPT的内容 因此在这个教学影片中 素材就会是我们PPT的内容 除此之外 为了增加学习的气氛 老师教学影片所在的场景 是一个图书馆的背景 而这个图书馆的背景 也可以说是这支教学影片的素材之一 再来请大家看到右边的这张照片 是学生自己制作的影片 在分镜中 如果我们想要呈现的 是老板在指导员工的画面的话 我们的场景就会需要办公室的背景 而这个办公室的背景图 也就是右边照片红框的部分 这就会是我们这支影片的素材 接下来是道具的部分 也就是在影片中 我们拍摄的时候需要的一些物品 假设我们今天拍摄的是巧克力广告 在之前的分镜中 我们有提到我们希望让观众 可以看到巧克力跟巧克力的品牌logo 因此巧克力跟具有巧克力品牌logo的海报 就会是我们这支广告中的道具 如同左边这张照片 用红色圈起来的部分 再来请大家往右边的照片看过去 在分镜中 我们希望呈现的画面是一个歌手在唱歌的画面 那拍摄的时候 我们就会需要准备一支麦克风 作为道具来供演员使用 右边照片红色圈起来的 就是我们的学生 在录影前自行制作的麦克风道具 现在所讲的素材跟道具 都是从分镜延伸而来的 当我们分镜的架构设定好的话 就代表我们已经确定 我们脑海中想象的影片画面是怎么样 而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寻找 或是制作我们接下来的素材跟道具 所以再次跟同学强调一次 在录影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你的分镜 你想呈现什么样的画面给你的观众看 来帮助我们后续影片的录制的其他步骤哦 在事前准备的最后步骤 就是团队的小组成员要不断的练习 因为租借行销实验室的时候 还是会有时间上的限制 为了能够在这段时间 充分利用行销实验室 拍摄出完美的影片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进入行销实验室之前 不停的练习 举例来说 之前我们举办赢队的时候 我们让同学分为两组 进来行销实验室内拍摄广告 每一组我们都提供了20分钟的拍摄时间 其中一组同学因为事前没有做足练习 就进来行销实验室 结果在20分钟之内 他们拍摄了三次广告 但是其中两次都是NG的画面 最后他们只能选择一支没有NG的广告 来当作他们的成果 而另外一组同学 则是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 才进来行销实验室 他们只花了15分钟 就拍摄了三次广告 而且三次广告都非常的成功 没有NG的画面 至于剩下的5分钟 他们是在挑选广告 从三支广告中 挑选一支 演员表情最成功 拍得最好的一支广告 当作他们的成果 所以事前充足的练习 是能够让你拍摄出 完美影片的一个关键哦 以上就是我们事前准备的部分 这是我们中心大学行销实验室 在借给同学时 希望同学能够先做到的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经过 足够的准备之后 在进来行销实验室 进行影片的录制 如果你事前的讨论 跟练习充分的话 接下来的摄影阶段 甚至是之后影片剪辑的后制 都会让同学事半功倍哦